不久前,江一燕因为获得建筑大奖而进入舆论汹窝中 她营造多年的残女人设也被网友嘲笑 本以为此事已经落下帷幕 但是网友申巴之后发现 江一燕获奖的别墅并没有获得批准手续 一时间引发热议 据其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 江一燕的别墅尚未依法取得规划审批程序 以移送城管 这样一来,江一燕的获奖别墅极有可能是违章建筑 或许要被拆除 这件事让许多吃瓜群众大吃一惊 纷纷表示江一燕领这个奖实在太亏 不过也有网友对于获奖建筑或将被拆除感到遗憾 毕竟这栋别墅凝聚了建筑师的心血 此次事件的不断发酵 也为明星们敲响了警钟 前有翟天林布之之网 后有江一燕全能明星 娱乐圈明星们在为自己立人设的同时 也要考虑实际情况 不然极有可能让自己处于尴尬境地